回顾2017年哪些中国字最让观众心有戚戚烟呢 多森热门节目蒋亮话 本周重磅推出了2017年年度字系列 加上了两大精彩单元 来去玩以及商法先锋 内容丰富又精彩 欢迎锁定 回顾2017前瞻2018 蒋亮话特别推出年年叫好又叫做的年度字单元 且第一集特别邀请到美洲华联社负责人孙伟赤 要谈中国十九大之后 国家主席习近平所领导的中美性局势 十九大报告当中很明确的提出 对于两岸关系 就是要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这样一个政策 然后你在这样一个指导方针的基础之上 来推动两岸关系的交流 至于来去玩单元 本周重新携手合作多年的 仰光之旅金银假期 前瞻2018年5月15日 中国古文明思路之旅 思路应该是一个第一首选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思路在中国的历史上面 其实是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 那思路的由来当然就是从张谦当时到西域 他到西域这条的路线 那当时呢 在那个时代背景 其实中国的养残的技术 造私的技术 已经非常纯熟 还有商法先锋单元 专利律师王松峰将探讨 亚洲企业想透过加盟体系 快速打入美国市场 哪些法规需要特别注意 它是州法 就是说你看是你要在哪个州 开醒的加盟 你就必须在这个州的登记 这样子 那我们就讲加州好了 加州的话 做加盟的话 就是有个叫做 就是说我这个加盟费是多少 这个加盟的培训是多久 会有什么样的支持 加量化精彩单元 本周末推出 欢迎全美观众不要错过 东西文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